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学的女儿玛丽亚貌似经常说到同学 特别是这个男同学杰克的欺负 在家的时候她过得也不好 爸爸是这个家庭的独裁者 对玛丽亚要求严格 她的话就是天 即使妈妈也得服从 这导致女儿从小就自闭 没有任何的私生活 她跑到卧室 发现镜子后竟然有个照片 上面是一对双胞胎 她有些好奇 晚上在卫生间 竟然发现镜子中有个人 这个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面色冷酷无情 很可怕 她被吓得跑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她就想和爸爸说 昨晚遇到的事 可她还没有张口 爸爸看到她憔悴的样子 就先让她去化妆收拾一下 玛丽亚只有一个闺蜜 可这个闺蜜似乎很喜欢炫耀 很张扬 在学校 玛丽亚又受到杰克欺负了 还好 闺蜜的男友出手相助 她看起来是个善良的人 晚上 她在镜子中又看到了这个人 镜中人说 她叫艾兰 了解玛丽亚的一切 她是来为玛丽亚 带走各种悲伤的 第二天早上 玛丽亚的气色非常的好 她还主动要去参加舞会 爸爸妈妈都很高兴 看到这儿 我们可以发现 镜中人 艾兰的出现 给玛丽亚带来了质的变化 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爸爸是一位整形医师 每周四 爸爸都会和女儿 看一次电影 尽管女儿很不请愿 现在只要照镜子 玛丽亚就会看到艾兰 这天玛丽亚来到爸爸所在的医院 追求完美的爸爸 竟然要给女儿整容 并作为她18岁的礼物 女儿委屈的哭了 晚上她和艾兰倾诉 艾兰说 爸爸根本就不会在乎 他们母女俩的 这天她和闺蜜来去滑冰 结果闺蜜推开了她 原来闺蜜觉得 玛丽亚想要抢夺她的男友 自此 玛丽亚唯一的好友 与她反目成仇 善良的玛丽亚 还想着与闺蜜和好 结果 镜中人艾兰细数这些年 闺蜜所做的对不起她的事 这意思就是让她与闺蜜绝交 终于到了舞会的这一天了 玛丽亚穿上礼服 结果 闺蜜男友邀请她跳舞 这一幕正好被闺蜜看到了 她一紧张 摔倒了 而经常欺负她的男同学杰克 趁此又戏耍了她 她彻底绝望了 哭着来找艾兰 艾兰答应她 会带走她的痛苦的 第二天早上 妈妈问她舞会玩的怎么样 出奇的是 玛丽亚竟然说玩的非常好 玛丽亚的黑话已经开始了 她来到学校 杰克等人在笑话她 可玛丽亚竟然用刺激性的语言 偷偷挑逗杰克 杰克都不好意思了 闺蜜还象征性的给她道歉了 玛丽亚还希望继续和她学滑冰 随后她来到爸爸的办公室 把助手叫开 打电话偷偷把一名患者的治疗时间更改为下午1点 接着她和助手说 下午1点他们一家三口要一起吃饭 然后助手通知妈妈下午1点吃饭的事情 妈妈高兴的化好妆 然后来找爸爸 结果碰巧遇到了来治疗的患者 患者身材曼妙 还说穿的衣服是医生最喜欢的 妈妈有些崩溃 显然她知道爸爸有情况了 饭肯定也不吃了 直接夫妻回家 当然这些都是玛丽亚一手安排的 爸爸并不知道 晚上母女俩吃饭 玛丽亚对妈妈说 爸爸对她根本就没有了兴趣 希望妈妈不要再装傻了 妈妈生气的打了玛丽亚 其实这些事都是艾兰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艾兰 玛丽亚则变成了镜中人 这天艾兰在学校成功偷袭了杰克 并杀死了她 然后和闺蜜一起去滑冰 结果冷酷的艾兰想要袭击闺蜜 闺蜜一直跑 不小心撞到石头上 死了 艾兰还打电话求助说 朋友摔倒了 玛丽亚非常的难过 她希望艾兰不要再这么做了 可已经无法挽回了 艾兰还成功勾搭上了闺蜜的男友 艾兰彻底放飞自我 追求完美的爸爸 显然对这样的女儿无法忍受 艾兰整天都和闺蜜男友混在一起 这天艾兰觉得她还想着死去的闺蜜 二人产生了一点摩擦 为了挽留她 情急之下艾兰打了她 没想到她竟然死了 艾兰也很难过 毕竟她是个好人啊 而妈妈最近经常做噩梦 原来妈妈当初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其中一个是畸形儿 爸爸狠心抛弃了那个畸形儿 于是他们夫妇就有了玛丽亚这一个孩子 这天艾兰喝的大醉来找爸爸 她脱了衣服对爸爸说 如果她畸形了还会爱她吗 爸爸犹豫了一会儿说会的 显然这是骗人的 艾兰突然拿起了手术刀 把爸爸割喉了 最后艾兰对着镜子叫玛丽亚出来 可玛丽亚根本就不会出现 她回到家 依偎在妈妈的怀中 其实妈妈一直都忘不了 那个被抛弃的孩子 最后停留在这么一个画面 给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很明显 女主玛丽亚在家庭的高压下 在学校同学的欺负下 变成了精神分裂 艾兰就是玛丽亚的黑暗面 艾兰所做的就是玛丽亚的复仇 情节很简单 大家完全可以随意的放松观看 玛丽亚大家看着可能就十几岁 实际上她已经25岁了 在本片中她为艺术现身了 爸爸的饰演者为英国著名演员 詹森·艾萨克 典型的英伦气质男 他在2002年 《哈里波特与消失的密室》中 饰演卢卡斯·马尔弗 妈妈饰演者为美国著名 实力派气质女星 米拉·索维诺 她17岁考入哈佛 再生大四的夏天 她跑到中国 在北大学习了八个月的汉语 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汉语文学学士 她关于汉语的论文 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福布斯写作奖 代表作《非强力春药》 双面梦露 人口贩卖 获奖无数 也是曾经的奥斯卡女神 只不过阿姨已经51岁了 但是风韵犹存 所以这么一部电影 剧情虽简单 可有帅哥 美女 还有位艺术现身的小姐姐 大家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呢 好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